你們做事是完全沒有規矩 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有什麼慘得過令人覺得 連保皇黨說話都很有道理 因為被他罵的是更加荒謬的足種 我們這些窮球會這麼久 我都沒見過我們的體育專員 賀碎球 放在場面 握手 體育專員是否抵鬧 說的是這位專員 他都不深入了解到 究竟香港足球的球會需要什麼 如何栽培球員出來幫你香港隊 早前政府帳目委員會公開聆訊 竹種一班高層已經被人噴到一臉屁 竹種訂立了一個五年策略計劃 要更加重於照顧不同年齡組別的足球發展 需要為香港培育具天分的本地足球員 以及提升香港本港足球運動水平 說的五年計劃 是由15至16年到19至20年左右 完了 還沒計算之前三年的鳳凰計劃 但是本地足球運動水平有沒有提升 相信明眼人也有目共睹 唯一水平有提升的 可能是香港的球隊 報料光復正香港 愛持女隊正義時代一 好球 其實不深入了解究竟球會有什麼需要 只要是冠軍那隊就得到錢了 你搞賀歲波請幾隊好的球隊來 多人入場就資助一千萬 那能否幫助香港足球發展 完全幫不到 立立指足總資源錯配 令球會未能夠受惠 拿不到撥款去搞清粉 很難令香港足球有前景 那天我特意問我們有個小孩U19位 現在你每一次去 那個居馬費是多少 50元 他住在天水圍 去到這個將軍澳中心練球 我搭車就搭去了 連兩個小時 連累完要不要吃東西 那這些真的要回家問爸爸 我沒有拿錢 近年資助收入大減 足總好依賴政府和馬會資助運作 但不是沒有錢用 民政局在足總鳳凰計劃 提供了5545萬的撥款 當中用了87%的錢 開設27個職位 以鳳凰計劃和五年計劃加起來 截至2019年開支大約2.5億 其中人工總數達1.4億 對 工人工和資助運作 是1742萬的 佔年度預算是89% 年度預算的總額是1960萬 你看到人工所佔的部分是相當誇張 我知道人工其實是很不公平的 不做事的那些 坐在上假期的郵埠 其實足總好職員做得很辛苦 但人工又低低 政策肥相收下 即球員未有受惠 代表入選操練費 超過10年都沒有調整 獎金制七年不變 青年軍更加不用說了 你四年青年軍 你那麼場地給我練球 基本上你都沒有場地提供給我們 我場租場都租不到 給錢租都租不到 你試想在一間球會 花多少錢 有一個小孩十二三歲 栽培到他 踢到香港代表 而且青年級別賽事逐減 U隊近年都沒有機會外出比賽 獲經驗 香港足球繼續撥款 都是洗到職員 有沒有良心發現 小孩幾十元 乘搭車去練球 他能夠支百多萬年生 支了幾年 良心的拿出來 在政府拍板新的五年計劃之後 足總將會繼續獲潑水 不過一樣是跟這個模式撥款 而管治又沒有規模矩 可能配生意找多些人幫他手 我夠膽說一句 現在全部董事只有一個陳志康 在足球員出身 其餘那些完全不懂足球 其實是否要想想 這些人掌權 是否真的幫到香港足球發展 還是最後造成浪費完納稅人的錢 來出量 但香港足球不進還要退的局面 那些人呢 好… 好… 足總的管治從來都沒有危機感 其實是從職業世界業餘餘管理 比小學中學老師問我們書 問了書也不懂 這是我們要調查資料的 經過立法會的討論 我覺得我們會見到很多東西 首先見到足總的高層態度 以及他們的形態 我明白女生主席的位置 我作為一個義工 我也是盡力去做 很多社會服務機構的董事局 那些人都是義務的 如果你沒有時間去做 好… 你不要做這個工作 沒有問題的 至少是貝先生不做主席 問題一樣存在呢 我講這句話很差 或者甚至乎被人斬 我首先跟各位球迷說 我沒有任何自殺的傾向 我覺得這是一個貢業 當一個家族擴散出去的時候 不止這裡 網球總會無端端 霍家可以去做名譽會長 甚麼關係不要緊 你去推動的東西不要緊 你做好一點可以嗎 說香港體壇是霍家天下 其實都不過份 看看抓種個網 主席貝先生已經被兩個霍夾住了 去到港協旗奧衛會 霍鎮亭又做會長 滾下去 又是你啊貝先生 三代我們都要忍他 你爺爺要付錢給他 他手機器在這裡中票 到霍鎮亭來搞的時候 幾十年的香港足球水樽 你現在叫霍啟山又進來 可能霍啟江又去選立法會 香港足球怎麼搞 怎麼搞 就是搞到被一份審計報告 爆出足總管治混亂 Annual Report是一個publicity material publicity material 我們本身的年報 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在每年的會員大會 提供給我們會員知道 作為我們董事會 每年的工作報告 這類的文件 工作報告和你做publicity material 是兩件事 足總高層的想法錯了 都不是第一天的事 譬如說好像梁智山 他搞一個球員的Galadina搞得很好的 但當你搞得好的時候 他的預算 他居然可以第二年 因為你搞得好 我會剪掉你的預算 我們現在正正就是這樣 資源是用來強化職員系統 但可能被董事局的一些管治思維 令到那裡其實沒有強化 什麼管治思維 不就好像封建制度一樣 接近世襲的制度 必須由復英東先生說起 當然他對於運動 最低體育的貢獻 是真是無可置疑的 他建立了一個很闊的基礎 然後我覺得之後是有能者居資 例如有些東西是按規矩 找到一個有能的人士 那就大家開心了 連世襲這個歷史書的Term都出現了 不差再探討一個都市傳說 所有事情都要經中聯辦 或者新華社去同意 包括人選問題 即是誰做哪個體育會的董事都要的 我也有聽過這些傳說 但他就說自己沒有被中聯辦接觸過 是看到一些惹人懷疑的情況 看到有些方向 好像走得很強硬 一定要這樣走 為什麼呢 為何討論極你都是這麼堅持 好像你走進來這房間前已經有個決定 所以這種想法也不能說是無宗生有 捉獎一班高層後台這麼厲害 難怪管治再混亂都不死了 早前新五年計劃又獲通過了 每年穩待政府的2500萬資助 香港的捉獎都像一個無間地獄 你都不找個問題在這裡 循環又循環 沒有錢又夠忙 然後泵水報錢又夠忙 但捉獎從來只是把火頭毀過於人 有逼有真相 到今時今日 捉獎還是有人放了 或者有董事在歪曲事實 向外奸發表一些不正確的事 我就會挺身而出 我是不怕人們抹黑的 即是有但凡有任何事 覺得難以解釋或不想解釋 的時候就說 抹黑 或者是你們不明白 或者是我們會檢討 看到這裏 相信接下來的這一句 會是大家的心聲 其實海洋公園和竹種 很多人都說要撿什麼去 是的 不可以太快斷定說不行 因為到時你可能不知道什麼事 可能未來十年搞得很好 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即是你要有一個夢想 才可以去實現那個夢想 世界杯 即是自己聽到都害怕 即是暫時這五十年內 沒有什麼機會可以達到的 足種新的五年策略計劃 在七月獲得民政事務局通過撥款 每年獲批大約2500萬港幣 新五年計劃中最多人討論的 當然是講足要2034年 殺入世界杯決賽州這個目標 要撰那一部其實很大 你由我們現在的排名 去懶到世界杯決賽州的一部 軟得緊要 五年計劃我懶前二十部而已 我不需要太多 一百二十位 我不要說一百位 一百二十位 五年計劃 你可以的 我都在拍手掌 一百年俄羅斯世界杯 不算排70的東道主 入圍踢決賽州世界排名最後的 已經是排65位的沙特阿拉伯 港足世界排名目前是143位 港隊教頭麥帕倫上年上任之後 第一場連中華台北都踢輸 要殺入世界杯 距離似乎不小 可能有人覺得 你2034亞洲杯出到沒有 那不要理會 總之現在有一個 come and go 其實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們估讀它是否可以達成最終目標 當然每個人都有目標 但是目標太遠了 你問問國內它敢不敢說 甚至乎你試試問問科威特 那些它敢不敢說 印尼的那些敢不敢說 泰國它敢不敢說 10年後我的世界杯 我20年後的世界杯 我想它未必敢 肯定 曾經帶領港隊U23兩奪省港杯 亦都做過大江腳助教的郭Sir 坦白地說 因為世界杯是一個終極的夢想 我覺得如果你是2034 其實是早的 其實我們一直在腦袋 做清訓是有目標 如果清訓是為清訓而清訓 我知人出來是否提高排名 我們不覺得提高排名是一個值得爭取的目標 詳細點是我們認為 打入世界杯決賽州是有希望的 當初有份救私的足總董事局 特別顧問五件 以及足總就希望 透過成立超級青年聯賽 支持球會清訓 去為未來建立基礎 問題是我們既然有幾千萬資源 我們要分配多少下來呢 這是很大問題 年輕人要通過很多比賽 去開眼界 和哥本身是港足明宿兼清訓教練 覺得青年足球去歐洲 與當地的年輕球員切磋 這個經歷才會令他們進步 香港青年聯賽 甚麼水平 他在踢甚麼水平 將來就是甚麼水平 講到很大一段新聞 我們會搞一個青年超級聯賽 你都是在那個堂內 那個堂內是死水的 你便死水 你不會生的 足總的五年計劃入面 亦提倡全民足球 說要增加每個人參與足球的機會 問題是我們香港發展足球目標是甚麼 你想培訓一群接班人 還是推廣足球呢 推廣和訓練一群人出來 我們是兩樣東西 我們達到成功推廣 那便拍手掌 大家一齊下班 完成了 這樣便進步了 我看到香港現在的發展是很悲觀 過多五年 過多十年 我看不到有甚麼球員可以出來了 除了足總需要對證下藥之外 政府亦要真正有實質行動支持足球 而不是再得把口 至少不要再被告鐘不讓人聯絡 告鐘就懂得趕人走 真正的比賽環境的小朋友 對 情況已經不同了 立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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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好啊 我們不報應